我们可能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得到一些建议 这让央行在紧缩的财政政策方面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卡伦姆·皮克林来自于贝伦贝格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在周二开始连续的召开会议 如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召开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 通缩的风险上升 全球债务暴涨 这些都可能成为贫瘠下调的理由 那么你对此有怎样的期待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通缩 从历史上来看 通胀的可能性要远远地大于通缩 关于通缩存在着严重的担忧 日本证明了央行能够防止通缩 也许他们无法像希望的那样防止通胀的产生 但是他们能够很好的防止通缩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重大的风险 并且不会伴随着全球的债务风险一起出现 目前在创造更多的通胀的同时 如何减少债务成为了一个问题 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中 创造通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美联储 欧洲央行 英国央行 日本央行以及多数的发达国家的央行来说 这些央行在过去五年一直到昨天 在提高通胀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挣扎 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当经济体中存在着很高的债务 货币政策的刺激就会缺乏弹性 通胀也会下降 所以我认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出的建议之一是 需要适当地收缩财政政策 去尝试提振民意上的需求和创造通胀 当然了 对于像美国 英国 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 他们属于介入本币 有专门的央行去负责发行 小福收高的赤子和公共部门债务水平 将不会让长期利率激增 以及对私人投资部门造成伤害 好的 让我们再往前看一下 美国就业报告对于政治和政策 都是非常的关键的 11月美国大选即将到来 美联储已经表明 可能会在12月份进行加息 那么你的预测是什么呢 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再次看到就业新增人数 超过15万人次 这一点符合了国内需求扩大的趋势 也会给美联储在12月份 进行加息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对我们来说 美联储就业数据给我们造成的打击是 就业增长速度在过去几个月当中 连续超过了GDP 而这就意味着生产力增长 比之前要弱 这可能会损害利润 更低的利润意味着公司对就业的需求 将会开始放缓 所以说最终预期就业收益 对民意GDP的贡献将会出现校正 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 意味着最终会出现放缓 就业数据会出现下降 可能会在近期 无论是在这个月或者是下个月 无论是在11月份还是在12月份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 但最终会来 最后 在本周你认为还有哪些可能会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 值得关注呢 市场的注意力主要将会集中在央行身上 在周四 欧洲央行将会公布9月8号会议的货币政策报告 不要忘记在9月8号 马里奥·德拉吉在主持的会议当中 表现出的是鹰派立场 这让我感到有一点莫名其妙 欧洲央行可能会延长货币政策至少6个月 我指的是QE 每个月的800亿资产的购买规模 我预计欧洲央行将会在12月份的会议上宣布 所以说我们将会去关注一下会议纪要 从欧洲央行理事会谈论的指示中寻找答案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 新一期的非农就业数据将会在周五公布 数据应该仍然会高于15万人次 和美联储近期的加息趋势保持一致 我们也会得到一些美国经济的其他数据 例如ISM非制造业数据 而ISM制造业数据将在今天公布 市场将会去关注那些指标 这表明了美国的经济从8月份的触底中出现了回升 说明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中出现了温和上涨 就业数据看起来表现不错 美联储在12月份很有可能会进行升息 本周的数据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在预测美联储12月加息的几率方面 感谢你的参与 我是Saman 梅雷迪斯 本周请时序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